台北市長柯文哲他之前釋出的捷運連開宅 今天開始開放申請 不過可能是因為價錢還是太貴了 所以申請的人其實相當的少 捷運公共住宅上網登記第一天 台北市長柯文哲力推公共住宅 首波市處的台北橋 龍山寺 美河市等四處 570戶的捷運連開宅終於開始申請 這個你們其實可以拿回去再討論 沒有說一定要下現場 不過連開宅價格太貴 申請第一天不見排隊的人潮 前來詢問的民眾放眼望去也寥寥無幾 天高一點點 但是交通都還滿方便的 對啊 如果撐一點小孩長大的話 至少我出去工作就負擔得起 截止以後才知道多少人 通常第一天大家還在觀望看一下 我想是這樣嘛 這就先上線 然後慢慢一步一步前進 國下禮拜議會就要開議 卻有議員抱怨柯文哲送來的施政報告內容 幾乎複製前朝 好是福 我相信在施政報告裡面有相當大的成分 還是好龍斌時代的施政 因為我們畢竟只有上來100天而已 那一部分是研考費 把過去應該說半年做的東西都先交出去 不過還在update 還在更新 柯文哲上任後大動作揭壁 也推出公共住宅 速拆中校席路公車專用道等 不過在首次的施政報告中 卻不見這些新亮點被議員痛批 真好混 柯文哲就日百日之後挑戰才剛要開始 有間TV前自明神用佩 台北報導